而除了阿美族部落的伊犁信年纪之外 目前也正值太鲁阁族感恩纪 遂时记忆的年节 花莲的万荣乡公所 20号的上午特别在洪叶村 办理了感恩纪谢天神庇佑的活动 迎接新年的开始 而县长徐真卫也特别到场 和部落的族人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太鲁阁族人感恩纪组迎新年 各个穿上族服盛装出席 跟着今年度相隔竞赛得奖的作品 大家围成圈歌舞感谢天神祖灵 八月份不仅是阿美族部落伊犁信 也是花莲太鲁阁族传统感恩岁时记忆 县长举真卫一早也亲自到场 与部落族人共同迎接新年 也齐勉部落青年踊跃返乡 参加祭奠 学习并传承自己的文化 成为真正的太鲁阁族 感谢我们对于部落文化传承的努力 以及坚持 尤其是让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神老 还有古勇 都能够看到 我们每一次碎食祭儀的一些仪式 还有在事前的准备 其实这是更重要 尤其是有年轻人的加入 还有参与整个碎食祭儀的过程 那是追着沿着我们的长老 以及我们的祈老 我们的仙人的智慧的脚步来迈进 会更贴近 而且更容易的学习 参与以及实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万荣乡公所积极推广 泰鲁阁族传统文化碎食祭儀 这一次也编列预算经费 协助乡内各个部落推广办理 让泰鲁阁族特有的文化祭儀 永续流传 万荣乡除了马远 东光及红叶 少部分为布农族单社群 又将近八成人口 皆为泰鲁阁族 这一次相公所结合 红叶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部落文件站 办理感恩祭儀 除了传统歌舞的展演 现场也有传统弓箭 手机带 以及织布技艺的体验之作 透过感恩祭 碎食祭儀 感谢天神祖灵保佑 也欢喜迎接行的一年 记者是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